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揣着在寒风涩涩的 在街头一人拿个碗领菜汤嘛 对那种景象 但是你就很奇怪 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对于大陆的失业问题 我在电影啊还是报纸 还是什么文艺作品里 好像很少看到那种典型形象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位啊 对香港人 香港人对失业是有一种 可是大陆好像也有吧 我以前也对大陆的失业 没有什么印象 想不出什么镜头 假如你说这个大陆失业 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呢 这是前一阵子 在香港一个新闻报道 谈大陆的失业问题 我才知道大陆每个城市啊 都有一种地方叫什么 人力市场啊 对 不是人肉市场 人力市场 我就知道有人力市场 我还想了半天是什么 贴着那个招聘广告 然后还有一些企业 派人来当场找人才 然后好多人在那边挤来挤去 有些是穿着西装的小白领啊 可能大学毕业生 有些很明显 从乡村来的农民来找工作 我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样子 每个人眼中大家那个焦虑惶恐 我觉得这种是我以前没看过的 我觉得中国就失业的影像 也开始成型了 开始成型 而且现在真是到了这个时候 你看最近11月14号 美国你这就看出来了 华裔的 所以这人在北京念过大学 47岁的这么一个华裔工程师 他呢这个被裁员 现在美国就纷纷裁员嘛 被裁员的这么一个工程师 怀疑了 怀疑他是因为被裁员 然后持枪进了他的这个员公司 枪杀两男一女 其中一个男的 就可能就是裁他的行政总裁 好家伙 咱在美国好几起了 枪杀案 而且说戚风苦雨啊 在纽约也是3000多人排队 求职 还有传说什么花旗 也要裁员一万人 对 香港这边我一看报纸新闻 也是传说 说汇丰最近要裁什么450人 就开始纷纷传出这个消息 然后我们本来已经知道的 两个三角洲 长三角 珠三角 对吧 企业就倒了 然后这些个工员 现在呢 不是国家开始说了吗 就是说这个企业 我们原来改革当中 要求你们贯彻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吧 现在暂时不提了 就暂时不提了 为了什么呀 企业尽量别裁员 你给我把工员线过留住 就是降低他的这个成本 就是说你宁愿钱给少点 但别让工人失业嘛 现在意思是这样 不过中国还是中国 我觉得中国跟别的一般的完全的市场经济 还是有点不一样 你比如说像有一些省 我听说是有限制的 就企业裁员要是超过50人 得先上报批准的 就你比如说一般市场经济 你公司你爱怎么裁 你就怎么裁 对不对 国家是没权干预的 那顶多就出来说几句话 但他不可能说我要先批你 能不能裁是不是 但我想因为在中国失业 这两个字太敏感 你记不记得在十年前的时候 当时国企改革的时候 有很多人其实都失业了 但是那个年代 你记不记得有个字眼 不叫失业叫下岗 下岗 你想想看 就连失业这两个字 是政府或者官方是不敢提 就明明这就是失业 但他不愿意说这叫失业 他说这叫下岗 我觉得这能反映 中国共产党的一种风貌 你看中国共产党 他从来是一个红色的党 对吗 他用的 工人阶级政党 他用的语文 也老是那种奋发向上的 那些语词 就是让人感觉到是有希望 你比如说你讲下岗 我当年我也认为失业 是外国的事 美国才有失业 我们那个时候叫什么呢 叫代业青年 我们家邻居很多 叫代业青年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记得 大家改革开放之初 那个时候 有些国营企业就开始 就出现就有很多代业的 就是等待职业 其实就是各家待着 然后那个时候 邻居们之间聊天 经常聊的一个话题 我都很熟悉 我记得一说就是说 北方人和南方人不一样 说是你看广东人勤快 说你看广东人 从工厂代业了吧 人家就拿点工具箱 跑到街头 修自行车去了 给人修自行车 或者接个水管子 就帮人洗汽车 说是啊 北方是不是天气冷呢 说咱北方人懒 你看我那儿子 整天在家里睡觉 你说出去卖个什么 茶叶蛋什么的吧 他就在丢人 那时候经常邻居们之间聊这种 你想想看 以前中国的情况 比如说你就说你念大学 大学毕业的年代 你那时候工作 还有没有国家分配呢 有吧 部分部分吧 你想想看 中国是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学生 毕业的时候 工作是国家管分配的 所以你很自然就有个感觉 就是我有没有工作 我做什么工作 不是我的选择 不是我的责任 也不用担心 也不用担心 劳不到我来担心 对是国家的事 对对对 那如果万一 没有分配到工作给我 那时候讲分配嘛 对不对 你分配到哪去了 对对对 我没有被分配 在家待着 那当然不是我的事了 那是国家没分配我 所以一个 国家没分配 说不定还是个福利 我在家待着多舒服 对对对 所以那失业的概念 是一定要有一个 劳动力的自由市场 对 你才感觉到失业 这个概念的意义在哪里 对 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那失业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裁员 裁员老板裁员 也要看你的态度了 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 会不会有这种老板 前一阵子香港有个大老板 反正大集团 那作为有个新闻 说他会裁员一千人 那老板出来澄清 哇气得要死 说乱讲完全是毁谤 我们没有裁一千人 我们只裁五百 我觉得就像当年的军阀 江中昌啊 告那个报纸毁谤 为什么 毁谤说 那个报纸说 他有八个小老婆 他说乱讲 派军队去抓那个总编辑 我只有四个 你说我有八个 你要侮辱老子 一样的道理 对 而且你讲这个让我想到 像说资本主义社会 比如说你们香港算资本主义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老板 他裁员的时候 他有没有这个道德方面的 因为我知道台湾人 有点相里相亲的 我曾经在台北听一个第一次司机讲 就说有个台湾老板 他在大陆 台商嘛 他在大陆开厂 他在大陆的这个厂啊 是赚钱的 可是他就 那个时候就骂说 这个民进党这个政府嘛 说经济不好嘛 他就说这个台湾这个老板啊 他台湾的这个厂是赔本的 他纯粹是拿他在大陆赚的这个钱 养活着就维持着 因为一说起来 他就掉眼泪 说是我这几百个这个员工 我要是一裁员 或者我一宣布倒闭 他们就是几百个家庭 你说这资本家 他有这种这么好吗 这样坦白讲啊 也要看你的那个企业 有没有上 台湾叫上贵 香港叫上市 在香港上市嘛 等于公共 大家都是股东 所以在香港经常听到一句话 对不对 就说我们要向股东负责 所以老板呢 又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了 不是我为了 不是我没有人情味 没有情意啊 可是上市公司 我不这样 我的钱不是我的 对我的钱不是我控制 你的亏本 我只好拆掉你了 不然的话 我对不起股东 所以就有一句话说嘛 资本家最大的责任 这是为了股东 谋福利 这是最大的义务 对 所以从这角度 香港的资本家 就有很好的下台阶 下台阶 而且看你是什么公司 有的公司 它也跟管理文化有关 比如说我常常听到 很奇怪 就有一些公司呢 不管它上市不上市 它说明它整个管理文化 是特别传统的 它特别传统那种呢 它会讲 就比如说在香港 有个很有名的 恒生银行 恒生银行在香港 是很古怪的一家银行 它明明是这样 很大的一个 很现代化银行 但它是少数几家公司 比如说像我们 不都有员工保险吗 在凤凰 员工保险是这样 如果你有太太的话 或者你有配偶的话 这个保险是连你配偶都包的 一般都是这样 这个医疗保险 只有恒生银行 是包爸爸妈妈的 管二老的 这是他传统 这是传统 他觉得这个中国要讲孝道 你看它是这样的公司 像这种公司呢 它就尽量避免裁员 然后呢 而且呢 他们的管理层呢 常常会把一句话挂在嘴上 就除了要向股东负责 是吧 他还要强调一点说 想想看 你跟高层的人 彼此聊天会说 他们说 我底下有多少人 等着我开饭呢 我要向我底下 多少人负责 有些传媒 像有些传媒也是的 就有些老派一点的传媒 比如说我以前干过一个电台 那个老板 大老板 也是一天到晚说 你们说话 小心点 这个底下还有几百个人 几百个弟兄 等给我开饭 几百个弟兄 都会这样的 乡乡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前一阵我看香港那报纸 就开始讲 要不就是香港人 就是从一个地方反映出 经济不好了 大家发现一个数字上升了 就是街头走轨的数字 有多上升 就你们过去说香港人 我得到印象就是说 自力更生嘛 有事不求政府 说一碰到这个危难之际 华家会推着小圈 上街就无赔 无赔摊饭去了 现在很困难 因为香港这二十年 城市跨码管理 这变成说 变成一来好像比较 城市比较安全 坦白讲 那摊饭的路边 也是有引起 种种的公共跌须的问题 可是有时候 这种比较松动的管理 反而是有个安全网 比方说经济不好 就像文涛你说的 大家可以退的东西上去卖了 大家也可以买到便宜货 可是因为有种种的法律管理 没有这个空间 一失业一裁员 无路可退 我觉得无路可退 是香港人 至少我这一代的香港人 一个心中的恐惧 因为比方说我跟台湾 或者说大陆的朋友比较起来 我经常看到他们说 有在 住在台北好了 住在台北 假如不管是失业也好 我说爱情 婚变 种种的 生命 对 那怎么样呢 离开台北 远离台北 回 往南走 回南方去 记不记得有个很出名小说家 陈应征 他有个很出名的小说 夜行货车 对 里面就讲了 男女主角 在台北 生活得不愉快 不喜欢替跨国公司的 基本主义 基本家服务 走 男的 千年女的小说 走 我们回南方去 海角七号 第一幕 不不能讲嘛 要去彰化嘛 对 他去哪了呢 骑着个摩托车 离开大城市 回老家了 他有个村可回 往南走 你往南走啊 家里第一个 台湾地方 相对香港大很多嘛 有个家里 回去要蹲着了嘛 我说那个伦理关系 至少还存在 大家至少心里讨厌 你嘴巴也爆 一直说 你不要回来 没饭吃 对对对 这香港 我们走去哪里啊 我不能插 什么妈的中环 插完中环 以后我去哪里 完全没有退路啊 我记得 有一个朋友 他告诉我 他那时候失业 有一个短暂失业的时间 那天被裁 也有管理层 银行管理层 被裁回家 他跟他太太说 我们失业了 被裁员了 他太太马上流眼泪 然后第一个 问他的问题 他怎么办 我拿衣柜 那么多衣服 放哪里啊 我们一定要搬 要扫房子呢 怎么办 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的话 可以 我经常说 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香港人啊 觉得那么功利 那么惶恐 好像整天想要钱啊 要挣钱啊 因为你没退路嘛 离失业 你没地方住 那个朋友家 父母家 兄弟姐妹家 不是不想接拉里 根本也没能力来接拉里 住这个地方很重要 所以怪不得有人讲 就过去 都有点歧视 就是说 香港人都是一些 叫什么生存动物 谋生动物 其实啊 他真是无路 就上下海了 投海一条路了 而且这个也是 香港特别凄惨的一个地方 因为你一般 对待失业问题 你比如说 有两种国家 或者我们简化为 两种典型 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像大陆这样 或者像台湾这样 就是比较传统的 中国人社会 在这种社会底下呢 你一个人失业 失业最怕的就是 没有收入 对不对 没有收入 你生活无依无靠 这时候你可以回老家 比如现在珠三角 长三角 很多工人失业了 农民 那么他们虽然也很惨 但是呢 到了万不得已 最后他们是可以回农村的 农村其实最近几年 也出现了很多地方 没人跟呢 怎么样 他回去 他还是能种地的 那么另外一种 就像美国 或者英国 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呢 就是你失业的话 你就靠政府救济 那政府救济呢 也都还是有保障的 虽然美英呢 这几年新自由主义 下面就你觉得拿救济金 是很耻辱的事 或者救济金 也一直加很多条件 很多限制 那到底有这个底子在 就是说你 也就是说你失业之后 你要不就是靠社会网络 支持你 要不就是政府来管你 香港是怎么样呢 香港正好是两者都没有 就是说香港呢 你想往社会网络去退 就像刚才嘉辉讲那样子 你无路可退 空间上没有腹地 社会网络呢 撑不了你 你要靠政府呢 香港的政府从来 香港这个社会标榜的意识形态就是 大家要自力更生 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自己靠自己 不要依赖政府 所以呢香港很多失业的人 他就算拿那个政府救济金啊 他们都有那种经验 就觉得特别羞辱 就首先你去到那个大楼 你去排队 去登记的时候 你会觉得每个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瞧着你 然后甚至呢 连那个政府职员给你办登记那个人呢 都会百般在言语上来刁难你 所以在香港 你失业你觉得简直是一个绝境 所以我失业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文涛 我也不晓 有个一套 文涛刚刚被炒 真的 文涛哪个文涛 要是生活本来就比较穷 收入比较低的人 你比如他失业当然也是很惨 但是我觉得 你像香港会有很多白领 你啊 挣的工资还很高 尤其是现代金融风暴 你像华尔街上的 那他家伙就一下跌入谷底啊 因为他买的房子按揭 可能一个月他还得供几万块钱呢 那家伙就怎么办呢 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生活上的物质以外的东西 虽然是建立在物质 但是他要满足一种非物质欲望 举个例子 在香港这种社会 失业为什么特别惨 因为香港这个城市 他每一个人的生活意义 是跟你消费有关的 就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是跟你去消费什么东西连在一起的 我们假设一个人 他原来一个月的薪水 大概一个中产阶级平均数 他能够一个礼拜 比如说上街吃几顿饭 然后看个电影 买衣服 买手提包什么东西的 一下要失业的话 他所有这些消费都要终止 他不只是不能在满足物质上的一个欲望 而且还包括那些物质带来的一种的 对自己的肯定 朋友怎么看你 比如说举个很简单例子 你如果比如说像今天 你常跟朋友出去玩 晚上上哪吃饭到哪喝酒 你要是失业了 你马上就得退出这个圈子了 你退出就等于你是觉得你连朋友都失去了 没错 而且你不能老让人家买单 所以为什么老是一种 有些人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那种感觉 就是他唯一的一切保证就是他这份工资 这份还不错的工资 而且那个对专严 有时候失业这种经济不紧而制造仇恨 我记得好久以前我在这个节目谈到 好久了三四年代的时候 这个不是很多人失业吗 经济很不好吗 然后我很幸运 还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打个领带 我最记得有一次去那个商场 那总要偶尔换一换领带 进去一家所谓的名牌店 买了两条领带出来才几百块一条 我最记得拿着出来的时候 刚好前面看到走过几个男人 看起来像平常这种时间 那几个男人应该上班的 今天走着上场闲惯 可能享受冷气 夏天嘛 不想在家开冷气嘛 对然后享受那个空调 然后走出来 一看我拿着几条领带出来 哇那种仇恨 那眼光是多仇恨啊 描描我的领带 描描我好像 心里的多么的诅咒我 怎么会买啊 还这个时候还买叫名牌领带 社会到了动乱的边缘 真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现在渐渐开始感觉到 什么叫萧条了 过去在课文里叫什么大萧条 我现在觉得你到香港酒楼 我请人吃饭 我一看晚饭时间呢 从来在香港我没见过 怎么就两桌客人 还加上我们 平常你记得 我对香港的印象是 香港人怎么那么好吃啊 什么酒楼 坐的都满满当当 全满的 对 下午都很多人 对 现在真是冷冷清清啊 对没错 连饭都没钱出来吃了 对 所以很多尤其是 首先受到打击的 就是那些高档消费长手 因为香港特别偏重金融业 那么最近这波裁员潮呢 首先针对就是金融行业的人嘛 对不对 那么这些搞金融的人一垮了 结果就所有的高档消费场所 什么LV那些商场啊 就全部空空荡荡 这时候呢 但有一些地方你去看 生意是很好的 街上就开始 那种十元店 你知道吗 就任何商品都是定价十块钱的 这种地方就活起来了 然后呢 你再去看那些失业的人的状态啊 你就会发现 也真的很有意思 就一个失业的人 他为什么会觉得尊严那么受损 那么的无路可退 香港这种经验 会不会将来也出现在大陆呢 我觉得这个很让人担心 已经出现了 对吧 你看香港就是一个小地方 我就说呀 大陆的这个文艺作品当中 过去我很少看到 这种景象的展示 后来我看到了一个纪录片 九个多小时叫什么铁锡区 就讲这个东北 那个重工业基地 那不是农民工 那都是重工业的工人 然后你就会发现呢 在城乡结合部 然后工厂的机器都生锈了 然后都都都没有人了 然后他们就住在类似于 那种棚户区的地方 密密麻麻的住在那个地方 生活极其困顿 而且治安都不好 你知道吗 你可以想念这里边 经常发生一些案件 还有一个什么 我报道过那个案子 就说有这么一个下岗 再下岗的这么一个 厂长最后是个杀人狂 他呢 你想他的生活方式 他去舞厅 那个舞厅呢 有这个小姐 所谓的小姐呢 也是四十岁的下岗女工 十块钱 五块钱跳一个 不是 五块钱跳一个舞 十块钱你就能把她带走 这是个 这个罪犯 他就是这样 十块钱把这个女工带走之后 就残杀 你就从中了解到 某种生活状态 没有 可是那个 黑衣服总要 看到光明面 比方说去那名牌店 服务真是好 这时候你走在名牌店门外 有一次我走过 他里面的店员认得我 马上飞奔跳出来 马先生 我们新来了几个缓的衣服 你要不要看 我以前进去要排队的 看那个光明面 还有到现在这个阶段 虽然在香港 虽然是开始惨 可是也不到说 大家没钱出来吃饭 有时候是信心问题 他说还有情绪问题 没心情吃嘛 没错没错 不想出来炫耀 没错 而且现在都是 深挖动广积粮的考虑 就是大家都是说 留着钱留着钱 但是好像政府啊 什么专家还呼吁 得花钱 得花钱 这么提振内需啊什么的 对你 你越 大家越是没信心 越是不花钱 是因为 对我再次 做什么 就是 吃 吃